花蓮市立幼儿园4号上午举办了大班学童成果发表活动 透过各项课程与户外教学 让孩子们认识花蓮各个乡镇的农特产品与代表性的美食 而市长魏佳燕也抽空前往 与室幼的孩子们一起同乐 也勉励他们好好把握在室幼的最后一个学期 垫地基本的知识与团队合作能力 才能更快的适应夏天到来的小学生活 花蓮市幼大班的小朋友们 在家长与老师的陪同之下 动手DIY做出花蓮各地的特色美食 其中包含花蓮市奶油酥条 凤苓花生光复糖厂 以及玉璃小米甜甜圈等等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学童们能够更加认识花蓮这块土地 是 我觉得学校很用心 然后让我看到小孩子的成长 那他今天刚刚看到他对一些色彩的拼凑上 让我很惊艳 他对颜色的丰富的表达 让我觉得他在这边成长的空间很大 这是花蓮市立幼儿园 10号上午举办的大班学童 学期成果发表活动 这次是以花蓮美食地图为主题 透过不同关卡 考验着小朋友的记忆力 以及动手创造能力 那我们这次大班的主题是 花蓮美食地图 孩子跟老师还有家长一起探究 花蓮有哪些有名好吃的食物 跟自己喜欢的食物 那这当然也会带入花蓮的美食特产 然后还有名产的概念 那我们透过这个活动呢 带孩子亲手去制作花蓮各地相关的美食 那也是在地文化的生根 希望孩子呢在课程之余 也可以认识在地文化 活动中花蓮市长威佳燕 也特别抽空道场与孩子们一起同乐 并留下永恒回忆 我想亲子的一个活动是必然的 那也是必要的 那未来我们在室幼的部分 我们会持续的办理 这样像这样的有意义的活动 那尤其是跟亲子的关系 我想每一个孩子只有成长的一次 那其实特别需要我们的爸爸妈妈 一同在身边陪伴长大 市长威佳燕除了表示公所未来 会持续设计更多丰富有趣的活动 也勉励小朋友们要好好把握在 室幼的最后一学期 奠定基本的知识与团队合作能力 才能更快适应夏天到来的小学生活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